接著到2019年的第38題 這次就混了一些線形 看見這麼需要的圖案就是我不會計算 所以我們應該會想可能是線形減三個型 或者是圓形減線形或者不知如何減得好 總之應該是大減小的 他今天就說原來三個型OAB 就是一個等於三個型 equilateral triangle OA是12 即是半徑是12 然後AOC是90度 即是四分之一 要我們計算陰影部分的面積 我們會知道其實我們用題目給我們的資料 OBA是等邊三角形 即是這個角其實是60度 這隻60即是這隻30 接著我們就會想 可不可以就這樣大減小呢 即是可不可以用這個線形大減這個三角形呢 減這個三角形 那你如果要去計算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那你應該沒得直接計算 因為很明顯 這個位置不是直角來的 所以你不可以像我們以前 抵乘高隨意地計算三角形的面積 但難計就不代表計不到 OA是12 OA是12 然後我們說其實這兩條線是一樣長的 因為大家都是半徑 所以這個位置是45度 OK 這個位置45度 那我們的難題是哪 我們想計算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但是我會想知道 1 2 1 AB side V 是什麼 所以憑借這個位置是105度 OK 我們可以用side rule 去計算od是什麼 OK 所以我們會出到od除 side45度 那是會等於od又對side45度 那我們就有一條12在這裏 所以12就除 side105度 那接著按一下 按一下計算機 那你會有12除 side105 乘side45 那你計算od就是8.7846 那你真的計算到這個陰影部分的面積了 那就是大減少了 那你就會有pi r² 再乘30度 over 360度 這個是線形的面積 減回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那就會是1 2分之1 A B Size 30度 OK 那我直接按機就算了 那我們這個位置存在A 那你就會有144乘30除360 乘pi 再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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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来了